她已离婚半年 却突然收到前妻发来的一条奇怪的求救短信 我被人囚禁了 让王远赶紧来救她 她去营救前妻 竟发现前妻被关在了一栋豪华别墅里 软禁张美如的 竟然是她的男朋友刘刚 也就是这栋别墅的主人 前妻为何会被男友囚禁 又为何要找她这个前夫来帮忙 别有用心的前妻 法律讲堂即将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 2015年8月的这天晚上 王远收到了前妻张美如发来的一条奇怪的短信 惊得她心跳慢了好几拍 前妻在短信上说 我被人囚禁了 让王远赶紧来救她 而随短信发来的呢 还有一个具体的门牌号码 王远马上回拨电话 可是张美如的手机却怎么都打不通了 她呢又赶忙问了可以联系到前妻的亲朋好友 希望这只是一条诈骗短信 但是亲朋好友 但是亲朋好友这么一圈挨个问下来 却发现这可能啊 真不是什么诈骗短信 张美如确实好一段时间 没和任何人联系了 这王远可是越想越担心呢 正好呢 这几天电视新闻里 关于打击传销组织的案件 一直在滚动播出 这王远欣说 前妻不会是被人骗入传销组织 无法脱身 才发短信求助的吧 被拉去做传销的那些人 吃的不好 住的也差 这稍有不从呢 是非打即骂 王远非常害怕 前妻张美如那么瘦弱 娇小 要是真的被传销组织给弄进去了 这怎么受得了啊 她不敢迟疑 赶紧叫上自己的女友 打算去前妻张美如所说的地点 看看情况 路上 王远跟女友 讲起了她和前妻张美如之间的往事 这想当初啊 张美如和王远离婚 就是嫌王远工作没前途赚钱又少 这个王远呢 原本就是一家餐馆的厨子 张美如觉得 王远厨艺不错 老早就可以自己开餐馆当老板 赚大钱了 可是啊 王远却认为 给人家打打工 按时上下班不是挺好的吗 自己当老板 钱呢 是赚的多了些 但是 陪伴家人的时间不就少了 她呢 不求大富大贵 只求家庭能够温馨美满 张美如觉得 王远根本就不是自己理想中的伴侣 她呢 要找一个 有野心 又能赚钱的男人 不如趁着大家还年轻 又没有小孩早点离了 这个王远虽然不舍 但是她也知道 强扭的瓜啊 不甜 所以呢 就同意了离婚 两人离婚到现在 也已经多半年了 一直没来往 要不是王远突然接到前妻的这条短信 这辈子啊 这俩人可能再也碰不到面 王远跟女友说 其实呢 自己现在的想法也挺简单的 张美如到底曾经跟自己夫妻一场 要是这会儿真有什么三长两短的 自己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呀 当王远带着女友到达前妻张美如短信中所指定的地点时 却发现这是一个非常豪华的别墅区 而且小区的安保很严 王远根本进不去 此时的王远不禁开始怀疑 那个短信到底是不是张美如本人发给她的 她真的会被囚禁在这里吗 就在王远和女友孙小玉犹豫不定之时 王远的手机响了 这接起来一听 电话那一头传来的正是前妻张美如交集的声音 我这是用别人手机打的电话 我的手机被没收了 你到了吗 快来救救我 王远没来得及回答 这电话就掉线了 此时的王远站在别墅区的门口 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急得团团转 但是无计可施 王远觉得自己的力量实在是太担保了 他呢报了警 可是除了一条求救短信和一条通话记录之外 他又说不出个所以然 前妻张美如是不是真的在这里 是不是被人给关起来了 他闹不清楚 在警方的帮助下 王远终于来到了张美如所说的那个地址 这是个别墅 有三层楼 还带着一个非常漂亮的私家小花园 怎么看都和电视上所说的那种 破旧脏乱的传销窝点 有着天壤之别呀 那么张美如的求救短信 是从这里发出去的吗 如果真的是从这里发出去的 他怎么会被关在如此豪华的地方呢 站在豪华的别墅门口 王远迷惑了 张美如 你到底在不在这个别墅里 你现在到底怎么样 王远按响了门铃 一个保姆模样的中年女人打开了房门 这一听说是来找张美如的 连说不知道 不清楚有这个人 这一边呢 就急着要关门 而就在这个时候 王远清楚的听到了 从房间里传来的救命 快来救救我的急促的叫喊声 这个声音 王远再熟悉不过了 就是前妻张美如的声音 这会儿呢 在场的警察也意识到 很有可能真如王远报案时所说的 这个张美如啊 被关在这栋别墅里 被人限制的人身自由 警察马上采取行动 在二楼的主卧室里 找到了被反锁在房内的张美如 本以为被人限制的人身自由的张美如 肯定是一副可怜心细的狼狈模样 怎料到张美如竟然清爽干净的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张美如看到王远之后 这眼泪啊 是一直往下掉 嘴里不停的说 谢谢 谢谢你 要不是你王远 弄不好啊 我这辈子都离不开这儿 说着呀 就想走过来拥抱王远 这王远呢 是连连后退 赶紧把自己现在的女朋友孙小玉 叫到了张美如的面前 介绍两个人认识 王远仔细的看了一下张美如居住的房间 装修华丽高档 生活用品一应俱全 梳妆台上啊 摆满了各种大牌的化妆品 保养品 这吃的喝的那是样样不差 唯一让人觉得费解的是 这房门在外面被人给锁上了 这人家都说什么金屋藏胶 到了张美如这儿 怎么变成了金屋锁胶了呢 而且呀 警方还发现 张美如的身上有淤青和伤痕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面对警察的询问 张美如说出了自己被软禁的原因 刘刚看到张美如真人之后 非常喜欢 说什么呀 也不放他走 张美如的男友刘刚到案后 却理直气壮 另有一番说辞 协议里写得很清楚 张美如给刘刚当秦任 刘刚借给张美如70万 张美如究竟有没有跟刘刚签署 这样的协议 协议的内容到底是 警方随机开始了询问 让众人惊讶的是 软禁张美如的竟然是他的男朋友 刘刚 也就是这栋别墅的主人 张美如跟警方说 自己和王远离婚之后 没找到什么好的工作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 有人就和他说 你不知道吧 其实啊 现在最赚钱的是当网络女主播 你呢 长得还可以 声音啊 也还算好听 你在网络上唱唱歌 讲讲故事 这钱就到手了 他当即就在一个火爆的聊天网站上 注册了一个账号 成了网络女主播 渐渐的 张美如注意到了一个 对自己关注度极高的男粉丝 每次张美如一上线 他的鲜花和礼物 马上就送到 还经常花大价钱 点他的名 请他讲故事 无论张美如 讲的是网上看到的奇闻异事 笑话影评 还是随便砍砍自己身边的生活琐碎的小事 他呀 都非常的感兴趣 看到有人这么捧自己 张美如的心里也挺开心的 这一来二去的 俩人逐渐熟络 张美如得知 对方是一个贸易公司的大老板 名叫刘刚 刘刚很舍得给张美如花钱 这现实生活中 每逢节日 也会快递一些个首饰化妆品之类的 送给他 讨他欢心 而且这个刘刚啊 还是一个由远大报复的男人 他的事业已经挺成功的了 可是他仍然是雄心勃勃的 常将自己的事业计划 说给张美如听 张美如觉得 这样的男人 才是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伴侣 他也不禁感慨 如果前夫王远 能有刘刚一半的眼光和雄心 俩人呢 也不至于离婚了 这大伙听到这儿啊 都觉得 这不是狼情惬意 俩人感情不挺好的吗 这怎么会落得个被软禁的下场呢 张美如接着说道 之前呢 两个人都是通过网上或者电话联系的 第一次见面 大概是三四个月之前 这见面后一番细聊 张美如才知道 原来刘刚早有家事 张美如原本以为 自己找到了可以托付终身的第二个希望 这没成想 竟然遇到了这样的事 他觉得呢 挺反感的 当场就提出了 不再与刘刚来往 但是 刘刚看到张美如真人之后 非常的喜欢 说什么呀 也不放他走 他希望张美如能做他的情人 而且还许诺说 只要是他张美如想要的 他都会尽量的满足 而就在两人第一次会面的那天晚饭之后 刘刚就把张美如带到了这间别墅 软禁了起来 张美如边说边哭 在场的所有人不禁开始同情他的遭遇 王源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 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警方在后来的调查中竟然发现 张美如讲的并完全是实话 刘刚软禁张美如另有起因 张美如所说的男朋友刘刚很快到案了 刘刚也很坦率 说自己喜欢张美如 求爱不成 软禁张美如是事实不假 但是 软禁张美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 张美如曾经跟自己签下了一纸协议 协议里写得很清楚 张美如给刘刚当情人 刘刚借给张美如70万 一年为期 期满后 张美如去留随意 如今自己钱已经给了 合约期限也还没到 张美如自己是不能走的 为证自己所言不虚 刘刚还拿出了那份白纸黑字 张美如签过字盖过章的协议 和张美如在一起那么多年 他知道张美如对物质是有需求 有些虚荣的 但是一直以来 自己所了解的张美如 那可都是想着 凭着一己之力努力赚钱 从来没有想过不劳而获呀 跟自己没离婚那会儿 他也只是不停地唠叨 让王远有点冒险精神 出来开个店做做小老板 离婚之后 他做微商也好 做网络女主播也罢 那也能算得上是自食其力吧 王远觉得 再怎么样 他张美如也不太可能为了钱 给别人当情人的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这个张美如到底是不是为了钱 当了别人的情人呢 那份协议有是真是假呢 警方深入调查下来发现了端倪 就在这两个月 张美如的银行账户曾有巨额收支 刘刚的确曾经给他打过七十万元 张美如在次日就把这些钱 全都打给了一个叫做张美义的人 王远知道这个张美义 她是张美如的亲妹妹 事已至此 王远的心彻底凉了 结婚这么多年了 自己终究还是不了解张美如的 王远觉得 这次把张美如救了出来 也算是人至义尽了 其他的事他不想管 也管不了 王远订了当天下午的车票 打算和女友孙小玉回家了 可是警方却告诉他 张美如给刘刚当情人啊 原因还真的有点复杂 这个张美如也有让人同情的地方 这会儿警方已经找到了 张美如的妹妹张美义 而且还顺藤摸瓜的 破坏了一起刑事案件 原来张美如之前所说 不愿意给刘刚当情人这件事不假 刘刚曾几番求着张美如留下来 她都没有答应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张美如接到了正在上大学的妹妹张美义打来的电话 而就是这个电话让张美如打消了拒绝刘刚的念头 妹妹张美义在电话里哭着说 她前些日子借了高利贷 现在对方催着要还钱 已经催要到学校里了 她实在太害怕了 这段日子啊 自己都不敢上学了 姐姐张美如挺纳闷的 妹妹一直是品学兼优的 怎么好端端的借了高利贷呢 仔细一追问才知道 前段时间张美义因为想要买高档手机 又不好意思向父母开口要 就在网上找了一家贷款平台 说是啊 只需要自己的身份证 电话号 还有父母老师的信息 就可以轻松的贷到钱 身边很多同学都通过这个贷款平台 借到了钱 买到了心仪已久的东西 张美义看着眼红啊 就也贷了三万块 不仅买了新款的手机 新的手表 还换了新的电脑 而且还约上小伙伴 出国游玩了一回 但是谁能想到 因为无力偿还贷款 在后来短短几个月的连环贷中 这三万多元的本金 竟然滚雪球半越滚越大 一下子滚到了七十多万 这其中呢 大部分是逾期违约金 警方在搜查到的借条上看到 张美义的借条原件上 已经按满了红色的手印 有一张借条上面还明确约定 逾期违约金为本金的百分之二十每天 也就是说 借三万块 逾期不还的话 违约金就要六千元一天 这时间一长啊 本来不多的借款就变成了张美义 无论如何也还不起的计额债务了 此前贷款红丝还说的好好的 暂时还不了呢 就当续借了 只不过利息比原来要高一些 可后来张美义表明了自己没钱还之后 贷款公司可就变了脸色 要求张美义赶紧还钱 而且还威胁说 不还钱的话就告诉学校让他无法毕业 而且呢 他的信用记录也会受到影响 以后找工作可是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可没有公司敢要他了 最近呢 贷款公司的人已经是隔三差五 到学校来要钱了 单纯无助的张美义不敢告诉父母 只能找到平日里对自己疼爱有家的姐姐张美如 希望姐姐能帮他渡过难关 如果姐姐没法帮他 他的后半生也就毁了 只能用跳楼来结束这一生的债务了 张美如赶紧宽慰妹妹说 让他呀找贷款公司好好谈谈 再宽限几天 钱的事姐来想办法 其实张美如呢也没多少存款 当女主播是赚了点钱 但是他哪料想到 有这么一天会突然急需这么一大笔钱 向来是月光族的他 早就把钱挥霍的所剩无几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 旧妹心切的张美如想到了有钱的刘刚 为了妹妹 张美如找到刘刚 答应做他的情人 但条件是让刘刚给自己现金七十万 刘刚虽然有些云里雾里的 但是一听说张美如愿意做自己的情人了 那是喜出望外 也不管张美如为什么突然会回心转意了 这高兴的呀 马上要和张美如签订协议 以防张美如反悔 他们呢就在协议中约定 刘刚借给张美如七十万的现金 张美如做刘刚的情人一年 一年期满后 张美如不用归还一分钱 但是如果张美如没有赔满自己一年的话 不但要还给自己七十万 还要再付七十万的利息 张美如在协议上签了字之后 刘刚很快就给张美如汇了钱 而张美如呢 用这七十万帮着妹妹张美艺渡过了难关 张美如收了刘刚的钱之后 住进了别墅 做起了刘刚的情人 这种情人生活可不是自己想要的 自己呢 想离开刘刚 找个好人嫁了 刘刚知道了张美如的想法后 坚决不同意她离开 还把她的身份证 手机钱包全都锁了起来 被刘刚软禁的张美如是如何求救到贤夫 情人刘刚终将会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 别有用心的前妻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此后 张美如开始正式的履行了协议 她在刘刚的别墅里住了下来 但是一周两周 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之后 张美如越来越觉得 这种情人生活可不是自己想要的 自己呢 想离开刘刚找个好人嫁了 好好的过日子 可是刘刚哪里舍得张美如走啊 她知道张美如这一走 可能就永远的消失在她的生命中了 她不愿意放手 索性呢 就把她关在了别墅里 还把她的身份证 手机钱包全都锁了起来 被锁在别墅里的张美如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插翅南飞 刘刚喝多了 有时还会动手打她 这个时候这种近况 有谁能来救她呀 左思右想之后 张美如想起了潜伏王远 但是怎样才能联系上王远呢 这一天呢 机会难得 平时看着她的保姆吃坏了肚子 张美如趁着保姆上厕所的时间 撬开了装着自己手机的柜子 给潜伏王远发了一条求救短信 因为害怕被人发现打草惊蛇 短信发出去之后 她便赶紧关了机 于是呢 便出现了节目开头 咱们所说的内容 警方在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之后 以刘刚和保姆张某涉嫌非法拘禁罪 对案件进行了立案侦查 但是刘刚却大喊冤枉 他认为他跟张美如已经签订了协议 自己借给了张美如70万元 作为交换条件 张美如就得在别墅里陪他 否则张美如就是违约 自己也就不可能涉嫌非法拘禁罪 刘刚的辩解是否有理 警察又会如何认定呢 警方解释说 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以拘押禁闭或者其他强制方法 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 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以把张美如长时间的反锁在房间内的行为 就是以拘禁的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罪行 而且张美如身上还有轻微伤 你已经涉嫌构成非法拘禁罪 听了警方的解释 刘刚沉默了一会儿 自己年近不惑 又在商场上纵横多年 怎么可能不懂警察说的道理呢 之前那么说 不过是存着侥幸心理狡辩罢了 刘刚表示认罪 愿意接受法律的严惩 但是他的心里挺窝火的 张美如 既然你不同意再做我的情人了 按照咱们签好的协议 你得还我140万 现在你也跟了我几个月了 我呢 也不要140 你给我70万本金就行 刘刚随即向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张美如按照协议里的约定 归还借款70万元 那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效 这笔钱张美如该不该还给刘刚呢 刘刚当初给自己那70万呢 是心甘情愿的 协议上虽然写的是借款什么的 但事实上那就是赠予 这已经送给自己的钱 哪里还有要回去的道理啊 而且啊 这钱早就已经给了妹妹张美艺还债了 自己就算是想还 那现在也是还不出的 这70万元 张美如是否需要还呢 拿着法院发来的传票和起诉状 他有些不知所措 好在啊 在钱夫王远的帮助下 他们找到了律师寻求帮助 律师认真地听完张美如的陈述 仔细地看完了法院送来的材料之后说道 在这起案件当中 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就是要确定协议的性质 咱们呢 得先来了解一下 公序良俗 公序良俗 就是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合称 一般认为呢 公共秩序是指国家社会的存在和发展 所必要的一般秩序 而善良风俗是指国家社会的存在及发展 所必要的一般道德 善良风俗和公共秩序所包含的范围 其实呢 大致是一致的 凡是被当时的社会所认定为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 就是权力滥用的行为 既被法律所禁止 在咱们今天的这些案件当中 张美如与刘刚之间签订的这份协议 表面上是借贷或者说是付条件的赠予协议 但事实上 他是以约定以保持情人关系作为赠予的条件 而且情人关系存续与否 直接影响款项是否返还 应认定为是 名义上的借贷协议 实为违反公序良俗的情人协议 这种协议违反了社会的功德 有损社会公序良俗应与禁止 从这一意义上而言 刘刚起诉要求保护的财产权 并非正常的民事权益 是违反公序良俗的借贷行为 不受法律保护 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法院裁定驳回了刘刚的起诉 而就在这个时候 刘刚非法拘禁张美如的案件也宣判了 法院经过审理后判决 刘刚犯非法拘禁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六个月 保姆张某则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缓刑一年 张美如的生活慢慢恢复了平静 经历了这么多之后 她也终于知道谁才是值得自己珍惜和感激的人 她感激那个能为一封求救短信赶来救助自己的人 更后悔没有珍惜之前与前夫王远之间的那些个虽然平淡却温馨的日子 她也终于认识到真挚美好的感情从来就与利益没有关系 伴侣的经济能力也不是衡量是否投入感情的因素 张美如其实挺想和王远提复婚的 但是王远告诉她 她也已经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人 这次能把张美如救出来 多亏了现任女友孙小玉的理解以帮助 王远还说 咱们俩虽然已经离了婚 爱情没了 可亲情还在 现在的你对我而言就是亲人 你说得知亲人有难哪有袖手旁观的道理 王远希望前妻张美如能正确面对他俩之间的情感问题 同时也祝愿他能早日找个好归宿 平安喜乐的度过这一生 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了 而这个时候张美如的妹妹张美艺 竟然拿着六十多万元说是要还给姐姐 这张美如挺惊讶的 这钱哪来的呀 原来警方已经破获了高利贷犯罪团伙 团伙成员以非法经营罪被判了刑 钱款绝大多数已经被追回 其实啊 在妹妹张美艺得知姐姐张美如为了自己 竟然是如此的糟蹋自己委屈自己的时候 她是悔不当初的 自己作为一个大学的在校生 虽然已经成年了 但是还是属于没有收入的消费群体 消费观念也还没有成熟 这购物呢 喜欢攀比 贪慕虚荣 习惯了超前消费 这些恶习让自己一步步的走向了高利贷的深渊 而不能自拔 好在是警方的及时介入 让犯罪分子终落罚网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再见 女孩被亲姑姑告上法庭 指责她虐待父亲 王俊丽不给她父亲吃东西 姑姑提出女孩父亲的遗产 应该由姑姑继承 王俊丽根本就不是大哥的亲生女儿 女孩否认自己虐待父亲 并指责姑姑是别有用心 这中间有着怎样的隐情 姑姑和我争遗产 法律讲堂明日播出